好我剛才看到好像又有蛋了 應該是小橘的 應該不是小白的 因為小白肚子很大 所以這個有實度還是有用 蛋一開始比較軟 後來會變硬 但是我還是要把它弄好 有兩顆有沒有在裡面 應該是小橘橘 而且他們手工還是有那個天性 你看會把土整個剝的厚厚的 然後他們說手工但第一天還可以轉位置 再來就不可以轉位置 所以就是要把它固定的埋好 摸一下應該只有兩顆 正常的手工好像聽說一胎都是生兩顆 對 這是他們 保濕的 難怪我看他們昨天換小秘密 你看他這個 你看他這樣踢踢 沒關係 這是 因為這個是有水分 不過他們還蠻喜歡這個產房的 還好 這個產房證明是 實用 我下面這樣有電塑膠墊 不然木頭會整個濕掉 電塑膠墊 然後上面再鋪 吸濕飽水的東西 不用整個那麼濕搭搭 但是有水分 因為你看蛋沒有乾膠 就代表那個產房裡面是真的有水分 因為手工蛋如果產在土裡 然後你一天沒發現就會乾掉 然後再來應該是剩 小 這隻 小雪 對 這應該是小 橘的蛋 因為我看小橘的肚子消掉 再來應該剩小雪 小雪了 小雪不給我抓 那我們取蛋 就到這邊 我等一下再把它貼名牌 謝謝 謝謝 謝謝手工的蛋蛋 給我FE 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